聽到自己原來跟確診者的距離 曾經這麼近都不敢相信 31號公布的案1026 重視是竹科漢明科技的員工 從入境到確診 已經經過88天 消息一出附近居民人心惶惶 認為沒辦法避免 看看漢明科技的位置 可以說是在竹科的心臟地帶 附近台灣重要科技大廠環伺 像是對面就是台積電七場運動館 就離連電8S廠也只有80公尺的距離 台積電5廠550公尺 3廠500公尺 不到10分鐘之內就能抵達 不僅如此附近的餐飲業超商 恐怕也是人潮熱門聚集地 像是星巴克兩間便利超商 都坐落在附近 走路差不多5分鐘就能抵達 聽到竹科有確診者 餐飲業者擔憂 全寫在臉上 零居客就要佔四神 對 這當然會擔心 因為怕就會一來 譬如說客戶知道 我們這邊有確診人數的話 我們生意就會有差 就有差啊 不只生意受衝擊 指揮中心認為沒有感染的可能 到現在為止都不公布確診者足跡 網友更炮轟 太扯了 竹科也淪陷了嗎 護國神山難道也不保了嗎 入境快三個月也能扯境外 入境台灣社區個案不是第一屆 現在連台灣真正的心臟 新竹科學園區都有可能淪陷 指揮中心仍然認為 不必要公布路徑 不必擴大篩檢 不認為是本土感染 但台灣社區真的安全嗎 民眾心中打上大大問號 記著綜合報導